台北股市場 那么这么一卖 也跟着这个新台币重点 那么接下来到底台股的危机要怎么看 那么在过年之前还有行情吗 那么另外有没有看到 这台股间的法说会报家音 哇大家说这个台股间原来未来如此的看 甚至有人看到一千两千千里之外 在double行情这么好 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好另外带你来看看 到底这个市场上现在非常预期 当然是联准会会降息 那么降息带来的一些 营建股的受贿概念股 这一些很多的目标数字 很多的未完成的这些入账 要怎么样算呢 今天一次报复理栽 马上介绍我们今天现场的来评 这边是疯狂区 万保中开总编辑 庄总编欢迎 欣宜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威良欢迎 欣宜好 大家好 产业队长张杰欢迎 欣宜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这边先走走去 我们淡大财经系教授聂老师欢迎 欣宜各位观众大家好 科技顾问庄顾问欢迎 欣宜好 各位大家好 我想再问一下 因为马上要过年了 大家本来就说可能选后会有点回档 那么过年之前 还会有一个反弹的大行情吗 Yes or no 请举牌 过年前有大反弹的行情吗 4比1 只有双位比较乐观一点点 聂老师也要no 虽然我刚刚讲 举的是no 实际上因为欣宜问的是大反弹 我认为不会有大反弹 但是会有反弹 小反弹会有 因为股市反而就波动 尤其最近是一种 这个阴哥拉锯的这种这个时候 就是升息和降息之间的一个 所谓的 我们讲说好 这个立体的震荡期 这你会发现 刚刚又讲到 去年底的时候 你知道外资就大买 然后现在又大出 很显然的 那它是一个破 是一个资金池 它随时等着再回来买 那我必须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外资吃 吃这个本土 所以它就是 我觉得就是用割韭菜的方式 就让这个 本土抓不到方向 因为现在真的是一个 普送迷你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 它一定在这一个礼拜 出脱了很多 下礼拜可能会回一些 但大反弹 因为现在没有什么 可以有大反弹的利多 而且新年快到了 我觉得就像刚刚威廉讲 新年之前 大家这个钱是比较保守的 所以我觉得 应该大反弹不会 小反弹会有 那我一定要好好来听一下 专顾问 力排众议就是大反弹 是 外资你看 在大家看好的时候 它就拼命卖 我现在是觉得说 既然大家都看坏的话 我觉得是有点生机 为什么呢 你是看他们举No 赶快举Yes 为了反对而反对而不是 是因为我们的台积电的话 它的法说 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对人心是有安定的 所以还是有一些行情存在的 好 我们先来看看 关于联准会这边的态度 这一次下跌主因 当然是大家期待 还3月份会降息 现在几率看起来是落空 聂老师我们一起来看 美国联准会的理事 最近就已经说 没有必要急着降息 所以大家觉得说 没有空间了 股市也冷了 怎么看 其实不是联准会的 这些理事们说不需要降息 我觉得从历史的宏观 历史经验 或者我们从整个环境 金融环境的一些走势 我们都知道 你不太可能说 我们升息升到了一定的顶端之后 在很短时间就降息 我们讲历史背景来讲好了 除非有非常大的一个波澜产生 比如在2020年3月的时候 四次熔断 你说你能够不马上降息 降6码吗 那就需要 现在有什么东西 能够让你告诉你 自身说我们现在要降 两码三码的都不可能 当然我们升息已经升到顶端 这个是让大家觉得 就是因为它为了通膨 要下压 但通膨的声音 的确是让有被下压 但是还没有到他们的目标之下 当然从鹰派的角度认为说 当然就不需要马上急降 即便说 这个整个景气环节 应该是要有降息的方向 可是从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就是不管是费得了 或金融市场 实际上都会观看一段时间 去了解整个金融 我们讲经济体制 以及整个金融市场动向 再去决定下一波 这个最少 以前就是7到9个月 多的话就是一两年以上 一年半左右 所以你说从去年7月底 大概最后一次 7月好像是13号 5月12日 7月13号 升到了 所以的5.25到5.5之后 到现在半年了 那你说告诉我们说 这次有什么大的问题 告诉我们说马上要降息 所以我认为市场 本来就不会那么快降息 而且我在去年好几次都说 最早也是年中或者第三季 当然这个市场是很奇怪的 即便我们知道 我们在打法的时候 你打实弹射击 或者是空包弹射击 即便是一个枪声 也会吓到人 重点是 你不太会升息 可是不会降息 但是只要市场都说 金融市场都说 该降息了该降息了 这个就一定会影响到金融市场 但实体面我觉得不会那么快 那当然我的想法就是 大概是年中 或者年底 就这样子 好 那我们也知道 当然我们讲Warren 这个过去是鹰派的一个角色 那他最近也转割了 那他去年就讲了 他也认为说 这个通膜到了一定的水位 实际上我们是今年 是应该 可能要走降息的路线 可是他现在还在看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讲市场中 就是三大指标 景气 通膨 还有失业 失业会跟着景气走 这个景气好 失业就会低 那就是就业市场好 那么在去年底到 今年初 实际上美国的 这个就业率 实际上都不差 他们都有 For employment 就是充分就业这种景象 所以在去年 其实这个就有人喊出 好像该降息 他们说都不需要 因为景气是不错的 可是当然也有很多人 在讨论美国景气的 硬着肉软着肉的问题 从某个角度 好像降起来救一下经济 也是应该 可是当然从另外一个指标 就是通膨 通膨的确下跌到三点多了 可是他一下跌 又稍微涨一些 那到底这个通膨 会不会跌到他的目标 实际上我觉得目标 没有这种规定的 一定要两% 但是我觉得他们想要这个目标 就会希望在持平一段时间 因此我觉得 不管他怎么讲的 都会说 说你看 这个我们讲说 现在的直觉可能已经减少 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步景气 会导致减少 减少导致步景气 那也表示这个景气还可以 所以干嘛要直接降息呢 所以出城事业率 这个涂升的水准 他不会 他的意思说不会 所以从现在开始 政策要审慎前行 这个当然 以避免过度紧缩 他的意思是说 过度紧缩就是鹰派的 就是升息 但他也说 也不要那么急着降息 因为他不会让他进一步步景气 所以你看到 不管是费理事 或是进一步市场 每次费的开会都是降 因为他们一定要有留错的空间 万一说他做一个很武断的角色 会出问题的 是这样的 讲半天 这个标过度紧缩 要降的要有条 不问谨慎而为 什么都有 没错 他从事业就业都很肯定说 现在不需要马上急降 但是他从CPI的角度又说 的确他现在又高于 好像之前一点点 那我们是不是该降 不过这个CPI的确 是这个增速已经慢慢下降 我觉得这个点资率让他们会有一个 可能降息 这个路线是必走之趋势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下一张 那么当然现在我们谈一下 那么因为这个整个金融市场的变化 当然跟这个美元的指数有关 我们邮寄了在11月中的时候 美元都冲到32.3 32.4了 怎么在一个半月突然就跌到了30.7 这是很离谱的这个现象 不过我们也非常清楚知道 那就是因为 我们之前的这个利差交易 已经这个光显不在 当然这个美元指数当然就会下降 它从这个110左右就一直往回跌 当然最近也因为我刚刚讲到 这跟外资我们讲 股汇实际上是有一些关系的 当这个一个国家 我们讲通膨升高了 这个利息会升息 短暂时间就有利差交易 那它的这个币值就会升 因为跟货币量 两国货币量有关 所以去年前那段时间 看到美元的走势非常清楚 不过当这个通膨已经下压了 利息也不太深的时候 这个美元指数的确是下来了 不过我们刚刚讲到了 但是你说现在外资 真的就马上会完全出脱美国 也不会 因此我们看到最近 它又走回去了 好 那我们今天再看一下 这里还有几个 这个我们讲到美元指数 大家要注意它的走向之外 我觉得现在会有一个 悄悄板的现象 它这个正负方向都有 第二个我们是要看 公在殖利率 我先要讲一下 之前很多人都会讨论 公在殖利率的问题 不管10年期 30年期都触碰了5以上 那时候是最好的试点 因为那时候债券价格最低 可是大家一定要抓到一个 这个诀窍 就是这是有点学题 就是债券市场 它是由金融市场决定的 是一些投资客决定的 可是利率是由政府的 这个policy 政策决定的 这两样东西 实际上有一个 同涨同跌的一个趋势 不过因为金融市场的人 会观看这个利率政策 去决定这个殖利率的高低 也就是他通常知道预期 他就看efectation预期 发现你可能不太深了 其实那个时候 在升息的尾端的时候 那就是殖利率最高的时候 当你要降息的时候 在降息尾端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最低的时候 所以这个公在殖利率 当然它跟美元指数 就会有一些通常同跌的走势 我希望这个观众 能够观察一下 OK 谢谢聂老师 另外来看这个礼拜的焦点 当然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公布 去年财报交出了 非常棒的成绩单 正行我们一块来解读 那大家本来一度想说 哇塞台积电接下来 可能明年也很多的扩长 不知道效果会如何 不过我们先来看 2023年的成绩单 你感觉怎么样 有一句俗话 很适合形容台积电 叫什么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对象就来形容台积电 我当初 越来越好 我刚刚在我们中心录影当时 我开完法说的时候 我本来还担心 只有我一个人有这个feel 结果在我们的录影前 我不断在看各大 这个年投行出的报告 我只发现 原来大家的feel跟我是一样 都是 很棒 那到底有多好 让我们先自豪一下 就是去年第四季 因为我们讲温固而知心 那首先来看 每个人都会看到就是margin 对 53%到底好在哪里 第一个 大家不要以为 55%很高 其实很多人都误会一件事情 第一个 它margin版就会下 因为汇率的关系 所以本来margin就应该往下 但它掉的并不凶 第二个 它的margin版 第二个要掉的原因是因为三奈米的比动提升 我们知道三奈米最大客户就是苹果 而苹果就在第四季的时候大幅要出货 理论上最先进的制程 在它还没有充分量产跟选取限的时候 它的margin是会低于平均的 所以在它低于margin的这个 平均的这个上升到15%的时候 那表示它的57奈米的margin又在上升了 为什么 因为它NVIDIA越做越熟 量率越来越高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它甚至还说了一个未来 因为大家最怕的是什么 去日本 去欧洲 然后去美国 它给了一个稳定的答案 它说台积电的目标就是 长期性维持53% 你这样不要一直意测我 到底要怎么样 我就告诉你 我的目标就是长期性 我就是53% 我23% 好 当然很多人会喜欢从运用别来看 就是从运用别来看说 到底台积电认为谁的状况会比较好 那我不用看过去 因为大家重点是成长 第一个 在HPC的一个上面 那在HPC的上面来看的话 重点台积电也说了一件事 就是看一件事 它就是COAS 它就说先进风中你不要怕 现在就是我伸出多少 别人给我多少 只要看我能不能伸出 所以HPC的17 不是它只成长17 是我的COAS只能成长17 等我COAS可以25 我也可以25 但手机我请大家不是这么看的 因为手机这个有第一个 有大陆第四季的D单 第二个也有苹果 这个拉货的状况 所以手机呢 虽然在QOQ上看的 但是我们记得 手机的这部分你要看YOY YOY的部分来讲 其实是持平的 所以就手机的部分 我们依然不是很看好 然后再下一次车用 车用会得到一个特殊制程 待会我会讲一件事 因为一般人都很担心台积电 成熟制程会被 因为台积电成熟制程还有20% 那这20%里面呢 为什么我要看车用 因为你的成熟制程 不是我的成熟制程 你们的成熟制程是PT 是一些低毛利率的三项竞争产品 台积电的成熟制程 是因为车用没有要花入三大米 我的成熟制程是特殊用制程 所以margin他不用担心 好了讲的过去 我们要讲等望未来 好第二我刚刚已经预言了嘛 52到54 台积电说要长期53% 那第二个大家担心的是资本支出 资本支出下降了 很多人说台积电是不投资了 其实最大原因他也解释了 因为去年有非常多的投资在美国 那美国因为这个过程的里面呢 有一点pending下来 所以呢也让今年的资本支出 会下降 待会端顾问好像要跟我们聊一下这个制程 我也想跟大家聊就是说 大家不只是要看资本支出 如果你要选股的话 你还要看资本支出的项目 这一开始当然是建厂 但是现在资本支出下来了 但是在设备跟一些耗材上 所以选股的资本支出 不要看它资本支出下降了 你要看它资本支出在哪里 这才是我们的选股新方向 那再下来呢 我刚才也提到了 还是在讲先进制程 大家知道这次Intel来者不善 在CES的时候Intel说一句狠话 他说什么 他说台积电的2nm 技术是落后于我们的 对 然后台积电今天 台积电一样不与人为恶嘛 就是说大家下订单就知道了 下完订单就知道了 那大家我毕竟要勿论 的确大家很担心台积电2nm 因为台积电2nm的制程 对3nm是跨一个世代的一个做法 可是台积电从来不讲虚话 既然他都敢这样说了 我相信有一定程度的把握 而且甚至 大家很担心台积电的建厂计划 那当然我先从国外来讲 因为大家很担心 因为国外成本比较高 大家会比较担心说 在国外的状况 日本已经开始要量产了 美国成论比较panting下来 预计明年初开始量产 那德国更晚一点 但是你知道美日德 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很多人都很担心 但是却都忘了一个重点 都觉得台积电是被人家 刀毙的架子上要去美日德 不是这样子的 他也没那么傻 是美日德都有既定的客户 今天为什么去日本马上满展 不是台积电这么厉害 立刻伸出客户 是Sony就跟你讲好了 我要进去了 德国谁都知道成本高 但是是什么 是Boss跟Infair 我都跟你讲好了 你进来我就进来了 至于美国 台积电今天也有讲 会跟政策方面有一些配合 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在海外 所以海外的投资都不用担心了 都是满载才去的 当然是国内 国内也讲出了两个扩产计划 第一个也是在高雄的扩产计划会持续 新竹的二难民也会持续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 当然大家最担心的是美国 我最后只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如果你有40做工 40个连锁店 就有一家店 真的有可能会赔钱 你会很忧心吗 你是每天都要去问 那家店是不是赔钱 那家店是不是赔钱 还是要专注另外几家店 有没有再继续赚钱 我绝对不认为美国会大发力士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 营收比重的问题 那竟然还记得大方向是看好的 那我就再次强调 竟然我们已经说了 只有更好 没有最好 在投资上的结论就是 只会买贵 不会买错 OK 就是可以继续买的意思 只会买贵 越来越贵 但是方向是对的 那台积电到底会有多贵呢 我们今天要请庄顾问 来帮大家一起来分析 因为庄顾问 今天对台积电 讲出了一个数字 让大家觉得 非常的为之神往 我们事情有讲过 希望千里之外 它是千里之外 再之外 看到了目标价2000 供应链有10倍的价值 我也知道 庄顾问 好到不行这么好 我之前在节目有讲过 当它EPS超过40的时候 我觉得就有机会来到1000 为什么呢 他刚刚庄总没有提到 他今年魏哲嘉董事长已经提到 就是他的营收要成长多少 21到21% 我们理想估的话就25% 21到26% 各位你乘以这个EPS 去年是32.34 对不对 你乘上的话 乘上这个25% 刚好就是破40% 所以今年就 就有机会来到800了 甚至要往1000去跑了 这是很可怕的一个 很值得惊喜一个事情 台积电真的是我们神山 每天赚金多少 26.37亿 也就是它去年总共赚多少 9791亿 我这个数字背 我没办法那么会赚钱 但是我背得很清楚 这是很令人惊喜的事情 紧跟着 它不仅是神山 它会带动一堆的什么 对 带动神木群 神山群 在供应链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资本之物刚刚讲说这些 相对的方向 你说2024的大扩厂 刚刚我们庄总编也提到了 真的是很不得了 就是它除了熊本一场之外 二场 现在连大阪都要传 规划要什么 生产三奈米 那除了这之外 它在哪里 横滨 大阪都要设什么 技术中心跟研发中心 所以 2月24就要举行开幕式了 也就是它现在所有海外扩厂里面 最快就是谁 熊本 那除了这之外 它还要给它盖第三场 日本政府还加码 可以补贴9000亿日元 即将开工的熊本 二场 那这个就是不用担心的 你看这一堆都是它在扩厂的 也在建厂的 这个是2024就是它的大扩厂年 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赞许的 OK 所以这部分的在地供应链 你说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是 所以我们除了跟着台积电走之外 其实有更大的 我们的供应链有没有 你说有十倍的商机这么大 非常大 你看 从采购比例的话 2019年大概只有9家 对 它预计到203年要到多少 38家 那原物料在地供应的比例 要从44% 要到5成 零配件也要到多少 6成8 各位 这个就是它很明显的 它要去培养在地的什么 它的供应链 这也就是台积电为什么 它可以称为神山 它除了它的技术厉害 我们的人才厉害之外 最主要就是它培养在地的供应链 在地供应链 这是它一个 我们的副成盒很重要的 来看一下 哪些在地供应链最强 刚刚周主编有提到 你不要看它的资本支出 以为就只有在什么 建厂而已 它有将近5成都用在哪里 在地供应链 在地供应链的培养 首先就是什么 COVAS 刚刚也有提到 它法说讲了 有多少它就卖多少 你们尽量下单我也不够卖 也就是它现在COVAS的制程 是满载的 即使它现在翻了double 我去年上节目也有提过 翻了double还是不够的 所以这个首先它用在哪里 COVAS 第二个用在哪里 建厂的公物设备 还有材料供应商 那第三个特殊的什么 化学跟气体 这个就带出来了 我们有提到 后面我会提到 有一家很特别的厂商 全台湾只有它在做 就是这个什么 新印材 它就是做什么 皇宫制程 还有它什么 高雄又盖了厂 要做什么 做那个 气体供应 这个就是它在培养 在地供应商 那令我非常惊喜 就是刚刚庄总编提到的 竟然过去人家提出来 它的年负的成长率只有15% 今年竟然可以到达多少 25% 这是非常不得了的 那相对的 我跟各位报告 它的供应商 它的年负成长率 就又要提高了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 人家现在估出来 这报告估出来 现在它的市值大概4500亿 到了2030年 它可以成长到多少 1.60兆美金 各位 这代表什么意思 当你资本额不增加的时候 那你股价要乘以多少 你要乘以3 乘以4 也就是台积电现在多少 500多600 当你乘以3乘以4的时候 应该就会来到多少 一两千块了 所以这绝对不是梦 那更好的是什么 进来它的供应链 它的市值可以增加多少 10倍 所以未来我们要从这里面 去挖什么 挖宝 不断的挖 不断的挖 就像类似我刚刚讲到 新印产 这个就是一个宝 我们从半导体关键制程来看 这个成本结构来看 最大的商机会是在哪里 我们的半导体制程 为什么台积电的毛利 会在50到55% 也就是你看细晶圆 细晶圆就35%了 30到35% 光照的话10到15% 化学器材特殊气体 这些5到18% 所以你100%扣掉之后 也就它的毛利 大概就在55上下 所以它把这些扣上了 它未来毛利就越来越高 那特殊气体 有从高到低 有分成什么 合成 还有什么 纯化 混气 跟转充填 还有一个微量分析 特殊部件的组装 那越前段的毛利就越高 所以目前台积电所有的化学 药材 药剂 还有特殊器 都是国外供应商 那特殊的 像这个普莱克斯 宁德 太阳热酸 光阻剂 信悦 杜邦 杜邦 所有这些都是什么 国外提供的 所以 当台湾可以做的时候 那这家公司就是一个标定 非常重要 就类似像新印材一样 那这个半导体的制程 就是什么 颅管镀膜 曝瓜弦影 石刻 退火 大概这四个主要制程 都需要用到 这些药剂 需要用到这些气体 OK 这个听起来 哇塞 这个很专业 继续讲 这边还有什么CVD的制程 这也是很重要 所以这个整个制程就是什么 颅管 镀膜 所以你当你附着这些二氧化系 氮化系的时候 你就到时候你要需要什么 N2 F2 这个气体去把它清掉 那曝光显影 当你在这个镀上这个细晶圆的时候 有一层光阻剂 这个准分子 之前就是什么 DUV 那现在更深的是什么 GUV 就是EUV DUV 对 把这个光照 把它印上去之后 最后 显影剂不要了 就用光阻层 去把它去除 那这个就是曝光显影的制程 那接下来就10颗 那一样 这些都需要什么 这些气体 这些要 去把这些 多余的什么 二氧化氮 二氧化系 氮化系 这些薄膜 去把它去除 这些都需要什么 气体 这一段大家听了觉得很厉害 很专业 但听不懂没关系 正常的 我们直接来看看 供应链这一些表现很好的名单 大家在等看名单 有座上面那些东西的名单 那也太多了吧 大家 这个不是只有神山而已 是有什么 群山 对啊 我们总编刚刚也提到了 真的 台积电首先就是定海神针 接下来这些就是 你可以不断地挖宝 不断挖宝 我今天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宝挖出来 OK OK 我们后面继续挖了 先来看这么多都是相关的 是 OK 那我们一定要精选一下 那首先 刚刚有提到 今年的重点就是什么 COVAX 从去年就开始了 今年就是COVAX的制程 红硕 所以你看红硕 星云 星云 涨翻天 尤其是红硕 当然这个都是私制程的 就是这些清洗机 这些单晶圆旋转机 那除了这之外还有谁 像那个泰森 做PLASMA的 这个也是 未来也可以去注意的 最主要 我要提到的是什么 星云财这家公司 它就是得到2022年台积电的卓越 供应商奖 那它现在除了做这个 黄光制程的这个 药剂之外 它还有什么 高雄的盖场 要怎样支援它的气体 那除了这之外 二奈米的 刚刚也提到了 它就不断地要进入装机的高 招工 未来像谁 光照好的谁 加登 还有什么 代工厂是谁 帆轩 那这些都是未来 崇越跟华丽本来就是老牌了 这些都很赚钱的公司 各位都可以去挖掘 那其次还有谁 中砂的 它在三奈米就已经占了七成了 就是它这个钻石碟 到了两奈米 至少是九成以上 没有对手了 那再来就是先进制程 这些风刀产的像谁 汉唐 帆轩 这些全部都是加登 益德士 宏康 范全 帆不足记载 太多太多了 把财的话也是光阳科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的选股的重点 OK 重点还是很多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 从营收跟获利 觉得未来股价有机会翻倍的 我们首先看到汉唐 他就是做无城市设备 做一些工程的 他去年赚了688亿 EPS有27到28 所以你看他现在股价才多少 200多块 你的本益比才多少 10 真的贵吗 不贵 各位都可以值得去期待 那加登也是 加登因为他做EUV的Mask盒 他真的是技术比较高 所以你看他即使只有多少 10块 去年赚10块 人家给他的股价也是高达快400 当然现在掉价在整理 那益德士这也是 益德士 台湾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隐形冠军 他营业额只有多少 404亿而已 他也赚了多少 将近快5块 所以那个 在新丰也有一家公司 未来很多都是要上市上� 像谁 像旭福 这都很赚钱的 光阳科也是 这是做3nm的把柴 未来2nm的把柴也是他的 OK 相对价位比较低 对 再来就是 在实验室设备就是换犬 他今年 去年赚了将近快6块 今年 他的扩产要再增3成 所以你跟着台积电 他还是跟着涨 再来就是新印材 涨这么多类 各位 虽然他EPS只有5到5 5.5块 没有竞争对手 一旦他全部倾入 不能讲倾入 全部占有的时候 我想 未来股价可能是四位数 这么看好 是 这是很不得了的 因为前端的制程 是没有人可以供应的 再来就是四字程的红硕跟新云 你看他已经去年赚了20几块 今年你还要成长 COVAX制程还要成长 你说他EPS会不会更高 可能高过25块以上 包含这个新云也是 帮各位把它挖掘出来 那之前旺行 你看我上节目的时候 那时候 170 180 曾经核实涨到快270了 那去年他已经赚了15 6块 那今年他跟着成长 雍资也是 去年赚了14 15块 那最高已经来到330 现在下来在那边整理 那亚翔 那更特殊了 赚了到12.5到14块 那今年还要成长 不断在盖场 所以这个你现在股价才多少 166 真的是都不高的 各位可以去参考 最后就是中砂 今年他也是 在2奈米 3奈米 未来他没有竞争对手 所以都非常看好的 OK 好 谢谢庄顾文 股市沙沙沙沙 大家看到这个介绍 是不是觉得 这赶快去算一下 银行钱还有多少 对台湾有信心 很多可以买的标的 大家有出现振奋的力量 我们休息待会来看一下 巴菲特最近在买什么 跟他一起来买降息受惠股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